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当然这是一幅 各位看是夜景 是夕阳 还是即将要日出呢 待会儿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今天其实是星期天 我们各个道场 当然在北美洲 比较多是在早上 以沃泰华来讲是早上十点钟 要有共修法会 今天是十月最后一个星期天 所以当然是举行的是 见识祈福法会 那么我们礼拜八十八佛洪明宝灿 那么在法会后 通常我都会除了为我们见识 祈求一切的进展顺利 然后也要回向功德 给所有护持见识的功德主 所有的护法信徒 那同时呢 要做进度报告的 好 这个是今天在早上十点 我们会起见的 这个见识祈福法会 那么另外的 当然同军 三好儿童班 这都是一直都是持续进行的 有一场很特别的讲座 现在各位看到了 换过来 洪兰老师 终于就是盼到了老师来跟我们讲 他这场的题目 叫科学教养的艺术 我不知道各位对洪兰老师认识有多少 这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老师呢 他其实是那种认知科学 也就是老神经 老认知科学领域的 也是权威 那特别 其实我帮图书馆 应该讲是本来是我自己的书 都捐给图书馆 很多洪兰老师的著作 从他谈教养 谈教育 谈关注 这些从小就要启发 儿童的一些心智 认知这些 我都好喜欢 他特别谈教养 我好喜欢 这个教养不是说只有小朋友要学 是从我们大人怎么样 总之我觉得很期盼这一场 我们真的人对于认知 就是刚刚到底你的认知 对刚刚那张图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这张 所谓的这张图 这也是我就看到 哎呀 我的技术就 设备就拍不下 那个其实是要即将要入夜前的 最后一抹那个夕阳余晖 那但是就拍不下那个 那个余晖的那个 那它其实金色的 拍不下来 所以各位看到 这样那这是夕阳余晖 但有的人一看乍看 觉得真是即将要蓄日 快要黎明快要升起 你可以两者都可以用 那总之呢 我觉得老师呢 我刚刚提到的老师这场讲座 是在 就是我们今天 星期天晚上的 这个美东时间七点半 那一个半小时的讲座 老师的讲话速度 有一点点快 但是他的那种 那种热情洋溢 他满腔的那种 对教育的那种热忱 常常感动我们 我们在佛光山的图众讲席会 老师也曾经来跟我们 授课讲话 那当然其实跟老师的因缘 就是说 本来老师就很知名的 这个认知科学领域的权威 那他的讲座 在我们分别院 应聘 就邀请他来讲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 绝培法师 我们的秘书长 他就讲 他说因为在救灾 好多事情在做 后来洪兰老师很感动 老师就主动跟绝培法师讲 他说 佛光山太好了 以后佛光山 有什么要帮 帮忙讲的 我非常愿意 就找我 联络我就可以 这样 所以我们就很大胆的 就直接北美云南极讲坛 就邀请老师来讲 好了 所以今天晚上这场讲座 请不要错过 但讲回来 所以我这次要戒图说故事 因为前几天 我不是讲了一个话题吗 叫做 转苦为例 这样 我们有一位 很可爱的 我也很敬重的一位法师 我的师兄 就写个line给我 他说 他急着要出门 来不及看 风景很美 但是你的题目更吸引我 为什么 不是转苦为乐 而是转苦为力 力量的力 他说他对这个题目 非常有感 他很好奇 看一看那一天的那一集 我不知道我这位师兄 看了之后 又有什么后续心得 那其实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人 生存在这个世间上 你不是孤独的 但你也是孤独的 就是说 我们当然身边有很多 我们亲爱的人 我们理念一致的人 我们都是一同 这个 共同生活的也有了 共同努力 共同发心 共同学习的都有 所以我们不是孤独的 加上我们共同的信仰 我们更加不是孤独的 因为我们有佛菩萨在 怎么样也不是孤独的 但是 其实生命本质就是孤独的 为什么 很多的 自己的人生路 对旁边 即使有再多的人 走 还是得靠自己走 路要自己走 台湾话 路爱给你走 所以 你是 必须自己是有力量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有感触 我最近 听到几位 资深的护法信徒 都是老朋友 他们要面对 很多人生路上 或者是不可逆转 或者是难以承受的 那个重 那个痛 这一些 所以 我就想到说 我这位师兄 告诉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转苦为乐 而是为利 这样 其实我第一个 我当时 因为最近一直都是 支应法师帮我们录影的 也就是说 时间很晚 像今天其实蛮晚的 谢礼还在家里头 等着 等着这个画面要寄过去 他要开工作业 那我就想着说 借这个机会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好 好多人好辛苦 但是苦又如何 是乐又如何 总之 当然现实 就是我们必须面对 你承受不承受 欢迎不欢迎 好现实 就是要过 要过关 就是要过 所以我 其实我当时看 我这个师兄这样问 我心里头就讲说 在转苦为乐 苦的现状 要到乐的结果 这个中间的过程 需要好多的力量 所以在还没有到达 乐的那个结果 那个乐是什么时候出现 叫离苦得乐 要到马上转苦为乐 哇 这是什么境界 什么样的一个转化提升的力量 可以这么直接 是不容易的 但到如果一个人状态 当他离开苦的时候 离苦才会得乐 可是在转化的过程中 不会马上得乐的 就是这个过程 要先 我们需要太多力量 先掌握好那个力量 人生不可以没有方向 不能失去目标 再怎么样辛苦 前面向前有路 这师父一直告诉我们 向前有路 所以我就借着 宏兰老师这场 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 认知 认知 我们看待这个世间的存在万事万物 包含一些变化 当然在佛法的这个深度上 深者见深 浅者见浅 就有我们大家个人的 各自的这个信仰力 他有多坚强 或者说 他深度有多深 就是 这是要靠你个人 但当你在面对 极重的这些重大这些苦难 这些辛苦的事情 也往往这些事情突然出现 或者他逐步逐步 在好像要压垮我们 不管是他是逐渐的 还是突然的 总之呢 面对这一些 正足以去 看到 我对佛菩萨的信心 有多强 我对这个信仰 这个扎根 有多深 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 这个信仰的力 我们需要这个信仰的根 所以 正好 可以做一个 一个 怎么讲 观照也好 一个试探也好 了解 了解自己如何 那总是 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过程 我们需要很多力量 所以我才会说 转苦为力 一定先有力量 我前几天 跟一位老朋友谈话 他也在面对 这个人生的过程中 要去面对的这个辛苦 看来 看来有一些 真的是很 无法逆转的情况 当自己太充斥 被这些围绕的时候 自己的时候 心力会变得弱 但如果 真的 自己找回信仰的力量的时候 真的 转苦 为力 有力量 心力会影响身体 的健康 心力加强了 身体也变好了 当然 如果从物理上 从医药上说 身体变好了 心力也会变强 身跟心的状态 也会互相影响 这一些 当然以我们 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说 先建立 加强自己的心力 转化身体的 这个能量 这个是比吃药还要快的 总是 我是很希望说 这个早安佛光 真的是在陪伴大家 所以大家互相共勉 你不知道在人生的路上 这个会前面 前方有路 要看你身边的人的情况 你在承受 其实 我们自己呢 自己随时有做好准备吗 这个也是自己要提醒的 像这些呢 我很希望 借着今天 这幅图就一个认知 你认知它是早上呢 黎明呢 还是你认知它是 这个已经最后的余晖吗 就是你的 你的认知 其实不一定哪一个是对的 如果我不说 这是我在 在快天黑之前 就看好美啊 我知道拍不出那个效果 还是留下一抹余晖吧 那总是 就是 不管它是黎明也好 它是夕阳的余晖也好 在我们心中看 它还是那么美的 那 认知的 这个 这个科学 怎么样是 就用这种 就科学教养的 把它 用艺术的角度去看 我是很好奇 那总是呢 弘兰老师是善之士 那 老师他当然不一定 从佛学的角度去谈 但是我们一个有佛法的人 学佛的人 再去听老师讲 从科学的角度 从他认知的这个 呈现的这个状态 尤其老师是一个教育家 所以我觉得是一定有很多 我们可以吸取 可以学习的 所以今天晚上就 我讲的是美东时间的 星期天晚上 七点半 在YouTube上会 这个播放 也会在Zoom上面是有 那当然了 我知道我已经 占据了一个 一个版面 我把那个 那个QR Code 应该挡住了 那我们会做连结 那你可以看看 你哪一种比较方便 总是 我们应该是 不断地用智慧 来提升我们的认知 让我们所看到世间 苦中都可以作乐 世间这个本质 你不能要求在这里 有真正彻底就近的快乐 但是起码 你还可以以苦为乐 慢慢这些都通过了 最后才到离苦为乐 离苦得乐 那这中间 还是让佛法 作为我们的力量吧 大家一起加油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